由华联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所辅导的新创团队实选 参加数位发展部以及国家发展委员会共同举办的 2022第四届创业归故里新创竞赛 荣获冠军殊荣 县长徐正位亲自会见并恭贺团队的成员 社会处长陈家富以及清发中心的执行长 明良真也陪同出席 双方就地方创生青年创业的议题进行深度讨论 据台湾新创兼奥斯卡奖支撑的2022第四届创业归故里竞赛 首奖奖金高达150万元 恭喜104对新创参加 除了大数据、物联网、数位行销、循环经济等技术 运用在农业、观光、健康、照护领域之外 一手是由原民经济及运动科技的应用方案 多元发展具在地特色数位服务 实际创办人钟恒永表示 因为工作接触到社区行动方案的议题 进而投入社会创新 以部落惯性的植物包裁 以及风土作物建构的蔬食与梦香 除了减速、请仓之外 透过商业销售串联社会功能 进而促进在地经济 期待能够发展友善环境的社区经济以及计划 激发弱势家庭部落的潜力 并且在纪念度进驻花莲新政府创新基地 接受专业系统性的商业模式训练以及验证的辅导 因此获得这一届的创业硅谷里竞赛冠军 双方就在花莲地方创新优势与困境进行讨论 现在许正伟相当重视在地产业发展 并表示在地有许多高龄创新团队 可能遇到交通不便等议题 希望以全灵共创为目标 吸收青年团队合作解决目前的问题 社区团队特别执政 现在许正伟使用叶子包裁的花束 现在许正伟看待团队成员们 期待孩子们与会也亲切的送上今年度 群众运及项目珠丽可爱玩偶 对孩子随增长也露出残忍笑容 场面温馨热热 其他学生表示 请发终于今年来扶持花莲青年创业 在各行各业逐步开花结果 欢迎全国青年来花莲定居就业以及创业 破坏人生发展美好愿景 接着就关华视频道